好,文乾坤的時間 這兩天最矚目的新聞是甚麼呢? 就是宮如心案 這個長篇比數挺有的 就是另一篇是由我開始 大家都看到陳振聰怎樣幫宮如心按摩 宮如心想幫他生兒子 我真的很驚訝,想幫他生兒子 你幾個月前也預測過可能 在法庭上說話 是呀 你說叫大家買定一支偶樣 那這件案件就不討論 但是圍繞問題又怎樣說 首先第一步就是這個 我講過 它有兩個process 我要明白到法庭是一定要有輸和贏的 如果要有輸和贏 它其實是等於一個debate 由希臘那時候開始也是 debate的時候 你會有一條line去搏 基本上這樣說 華茂那邊的立場就是這份不是一份真正的遺囑 這是他們的立場 2002年那份才是真正的 2006年那份呢 就是陳振聰手上那份是假的 就是不認識風水的 是 那份遺囑至於簽名是否真的 那份是遺囑認識的一部分 他們完全不是放重點在這裏 就覺得2006年那份呢 如果那份遺囑是假的 那根本就不需要證明它是風水遺囑 兩個東西不能同時是真的 那份是假的遺囑 就不是一份風水遺囑 為什麼之前又糾纏了在簽名 或者找一些簽名專家去核實 那份真還是假呢 我想打遺囑官簽有這點不同 所有拿來的遺囑都要有validation 明白 是不是 因為你都要個個 譬如Hawker Hill死了之後 就要有很多人拿很多遺囑出來 多數都是假的 現在就是說 我們那個靈異的節目主持人 施讀法證就是這件案件的專家 專家證人 expert witness 所以人網我們會和他做獨家訪問 所以人網的嘉賓主持人的陣容真的很強 官員都要相信他 真的很誇張 那就是這個 這個問題就是 牽涉到這一份 究竟是不是一份真正的遺囑 那今天有一個證人 當然他在validation部分 又可以query那個signature 真偽 但是那個是那個法官去query的 這個不是雙方的debate的一部分 第二就是那個證人 就說他簽那份事似乎不是這樣的 這個真是神奇的 大家知道 這份事似乎簽署的時候 陳振聰是不在場的 就是說 龔如森和兩個證人 簽了之後 找人遞給陳振聰 就是說零六年那份 是啊 現在根據他們的說法是這樣的 現在就是說 有人懷疑 at least的黃永祥說 他見到那份是 不是整份增加給他的 是給數以千萬計的錢 給一個姓陳的男子 因為他的口供這樣說 他就說隱約記得是姓陳的 是啊 還給很多錢 是一份遺囑來的 他一個姓陳的男子 就是這樣 但是當時好像 今天的證公就說 當時好像說 那份遺囑其實不是一份很完整的遺囑 他已經問過小甜甜 說 喂 這份 如果真是一份遺囑的話 你可能要找多一個遺囑 或者怎樣 他已經問過小甜甜 嗯 那份是否這一份呢 即現在 其實有一個疑問就是這樣 就是 還是那個遺囑的 但是 這個不是華謬的 即是律師所採取的立場 我覺得很奇怪 應該是拿這個立場 我覺得是好一點的 風水遺囑真的很難打 其實蕭先生 我想問一下 什麼叫風水遺囑 風水遺囑 即是說 那個是愛離熟命的東西 不是一件爭的東西 就是這樣 即是假裝是遺囑 即是假裝死了 沒有法律效力過 是 他說那份不是一份爭的 document 簡單來講 即是等於你 我說我寫一篇遺囑 這個遺囑 雖然是我親不寫 但是我寫劇本的一部份 你明白嗎 所以就沒有效 如果是你的劇本的一部份 就是這樣 即是道具來的 是的 來奏上天 這些我都講過了 這個就是 以前那些上奏天庭 我那時候在講 嘉靖有講過 這些叫清詞 是用青藤水 他寫在這些紙上面 是用來奏上天的 那似乎華謬那邊 就打這條line 因為又講到 銀碼 是不是 繩到出來 是落法益 是的 他的 argument 是 along這個line 一三八九 成四十九 成四十九 因為是被人封水 我覺得 如果被人封水 簽一張這樣的東西 就是 是很不合理 因為如果是封水 一定有聲明 是為了封水用途 這個 而且現在 陳鄭聰說 就不會用這個英文寫 照解中國的神 都不太懂英文 哈哈哈哈 無端的神 這麼神奇 會寫文牌 是的 中國是鬼陣 是清詞來講 應該是寫文元文 很古雅的 嚴嬸後來 徐佳他們得寵得因為寫清詞是很古絕的 寫清詞有很多癖的典故 用青色水寫的 青藤水寫的 無論如何,我覺得這條狀況是很薄的 但是最後,陳正聰打不打得贏 我多數認為他是打不贏的 其實是 但這真是失敵了每個人的Gas 他應該事先講明,他只多拿10% 你不能拿1000億 現在華某方面不肯和解 我想如果華某那邊肯給10% 就可能和解 無端端做了風水師 然後突然間有筆,可不可以叫橫財呢? 不是橫財 即是他已經拿30億 我想他拿30億去買樓 後來就變成70-80億 不過炒股票金融海嘯又不見了三幾十億 其實他的數目大概是這樣 蕭先生,其實這宗案內涉及了一些風水的 但以原學這些沒有科學性的東西來講 可以擺上庭來做 我不是跟你說過 我覺得美國有一宗官司 就是要把這間屋所有的資料 告訴買家 不能夠隱瞞買家 結果那宗官司打到上庭 就是買家意圖推翻那張合約 那宗案件就是 這間是鬼屋 那又是怎樣 法官說問題不是這間屋 是不是真的鬼屋 因為沒有人能夠證明這間屋 是不是真的鬼屋 但是呢,這間屋傳聞是鬼屋 是當事人非常清瘡 如果有這些傳說的話 對過受界有影響 對過受界有影響 是推翻了合同的 因為鬼屋的問題 推翻了合同 這個不是那個 真是風水靈不靈 同樣是公如心 是不是因為信風水 而寫一張這樣的遺囑 而不是真的把錢給陳振聰 那個是問題 所以那個法官都說 叫風水專家來真的沒什麼意思 其實等於說這張東西 這個intention 不是一張真正的遺囑 是不需要說風水的論據是怎樣 法庭是否基本上是 對嗎 所以那個法官不明白 為什麼張方要請這麼多風水專家來 這麼多人 但是大律師合法都請很多風水專家來 因為只有那些風水專家都說了十天 風水專家 那些律師至少收多兩三億 因為有風水專家 《算是》 《ARY 1986》 《Sar Val》 《P terms》 《P 여기까지夜相